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桌面上有一条弹簧固定在墙壁上 弹簧另一端挂上一个木块 然后一个人给它拉或给它压 他问说试问下来何种情况下 当手换开始,木块可以产生最大速率 就是你拉越长或是压越长 他储存的弹力就越大 当他缓弹的时候的话 他释出的动能就越大 就是说你把他拉越长一换开以后 到达平衡点的话 他的速率就越大 你拉越长或是压越长 他的速率就越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A选项 事实上的话 如果他拉长X距离 或是压缩X距离 他储存的弹力未能 都是1kx平衡 那你如果把它拉这么长以后 把它放手 他回到平衡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速率会多少 你就是弹力未能 2分之1kx平衡 就会变成动能 2分之1mv平衡 当你压缩量越大的话 他回到平衡点的位置 速率就越大 好,我们看看A选项 他说拉长 拉长3公分 在我们看B选项 他是拉长4公分 C选项他是5公分 B选项他是压缩6公分 不论是压缩或拉长的话 他储存的位能都是一样的 都是满足这个公式 所以大家应该要选低 因为他的压缩的长度也最长 所以大家应该要选低